我再講一遍喔 半導體 元宇宙 就是今年最有題材 而隨時有機會做輪動的概念 嗨!歡迎回來鼎泰豐 台股 我是切涵 我是切頂泰 有看鼎泰豐新春特輯的朋友 應該都有賺到開工紅包吧 本波電子股東山再起後 拉回可以趁機布局誰呢? 因為其實大家還是會擔心 本週的FOMC會議 還有通膨等因所謂干擾股市 老師怎麼看? 首先要感謝大家 我們在新春的特別節目當中 爆出了二十幾萬人的收看 觀看次數 真的謝謝大家啦 那現在呢 今天是禮拜二 播出時間是禮拜四 這禮拜就是會 大家剛才這個簽含說 FOMC的利率會議 一碼應該是合理的啦 不會有多大變化 還有這禮拜最重要的 這些重量級的財報 亞馬遜、蘋果、谷歌 這個Meta全部都來了 這才是重點 但是這個都不重要 投資朋友 你要記得今天是禮拜二 今天網上如果美股要崩盤 5%以上 元月效應才會失效 所以這不太可能 所以大家要記得 元月效應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已經確立了 對 投資朋友 把握這一週 最後上車 年後上車的機會 好 那我們在進入九宮格解析之前 我們會玩個小遊戲 我跟老師會用九宮格進行連線PK 九宮格內還有節目組整理的三個熱門族群 與最近有機會的六檔個股 透過猜歌小遊戲愛搶搭 總共五局 如果沒數沒贏 則遊戲提前結束 如果主持人連線成功 則下週超新星將直接公佈 好 一定要跟我們一起來玩 因為過年能夠二十幾萬人再看的話 絕對是非同小可的 一定很好玩對不對 你順便給我們按讚 分享 甚至留言 你看我們簽很多漂亮對不對 你每次稱讚他很漂亮 大家就很高興 開心 好 就這樣子 那我們話不多說第一首歌 音樂請下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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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作前事來生相見 相見恨晚 你說是我們相見恨晚 對就是那個鐵費那個歌手 同家會 德維 德維叫做二集體 對 台灣二集體的龍頭就是德維 不要忘了美國股市有一檔五藥 是全世界二集體的第一大廠 叫做安生美 這個我講過 大家要去歐恩 安生美在廢伴當中 雖然沒有創歷史新高 但是他居然已經接近歷史新高 所以這檔股料反而會有跟上來補漲的 因為他去年一直都沒有漲到 所以以前是亦不予期的跟著安生美 那居然這次落後那麼大塊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跌幅以身 短線多方指標翻多 就可以進場 是 那我們第二首歌音樂請下 天竟活過的流星 已經消失在夜空中 老師你有聽過嗎 有 請那一首無言的歌 無言的歌 唱請那一首無言的歌 潘岳雲的啦 老師準備 好 無言的歌都唱出來了 老師你要選哪一個 我選合金 好合金 我年前講過一句話 一檔台積電要就全世界的股市 那全世界來到這個台積電位做中心點的話 大家要注意 台積電引領台北股市的電子股 會領先於日本的股市 以前我們這個矽晶圓 都跟著這個後面看著 那也沒有關係 全世界第一檔叫星月化學 4063JP 有沒有已經寫下了11個 接近11個月的高點了 就是說他已經回到長線多頭格局了 那如果是這樣環球金也突破新高 接下來呢核進的機會大 因為核心在第三代半導體 真的在中國大陸有設廠的 環球金是到美國去設廠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非常看考 其實讓你看到去年的 基本面也很好啊 因為去年前三季 第四季還沒公佈嘛 已經獲利成長1.5倍了 本益比在10倍 這個都是股價拉回好買點 大家一定要留意這種好股票 好那我們第三首歌音樂請下 答應我一次次不在深夜裡徘徊 慶哲的歌嘛 你愛的為什麼不 愛如潮水 我的愛如潮水 我一瞬間有點忘記 愛如潮水對啦 好我要選 面板 好面板 好面板 好面板最近兩天很強 因為它有各大廠在自己搶進車用啊 公控的市場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縫低布局啊 電子股有兩個 所謂最最最最上有的叫原物料 對 一個叫低潤 一個叫面板 這個東西卻全靠報價 那最近低潤的話很奇怪 那個三星啊 那個海力士啊 都強力的在殺價什麼 股層過多什麼的 可是美光的股價不跌 你回頭看面板的報價 現在也觸底了 我們用最簡單的 你看到最近華新的那些都在漲 是 鋼鐵原物料在動 景氣是慢慢復甦的 就是我年前講的那一句話 為什麼我們不看好不看壞呢 因為中國解封啦 不管怎麼樣 大家要注意這個面板的部分 那我反而認為這時候拉回 你可以開始慢慢布局 雖然它不會特別的飆 因為景氣概念古拉 本來就是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不要再亂撒滴了 好那我們第四首歌 音樂請下 小城故事嘛 小城故事真不錯 這一看就不是我的故事 其實我們要 我要阻擋你要貼伺服器 但是我要貼滑服 好 但是我要跟他講 你想講滑服 對 因為我們在封關這一段過程當中 美國有一檔股票 之前被看得非常壞 它的名字叫做特斯拉 結果呢 它從101到這一波糕點 接近180 一口氣漲了快八成 哇 就這樣子 嘎空 全部一些機構法人 全部被嘎空 誰把它買上來的呢 是散戶 所以大家都說散戶是韭菜 我覺得這不盡難 那既然它大漲的話 最近大家在討論這個車用 電動車乾淵股 就不能忘了跟特斯拉有關係 我們就講這檔叫花符 特斯拉乾淵股大家都知道 它是做鋁美合金 也就是說不管是電動車 現在的車外殼那個鋁美合金 一定是它做的 是 因為它的技術是最好的 因為它的東西可以上外太空的 這個就是 國內最重要的一檔股票 而且它不只是特斯拉 它導入歐美電動車的車廠 既然前三季獲利也是成長1.5倍 那剛好進入尾聲 去年曾經飆過 你注意 去年飆過 經過股市的拉回 反而又是另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檔股票是中低價的股票 投資朋友不願意買高價的股票 這一檔股票是可以做參考的 好那我們第五首歌 音樂請下 王菲的 我知道不要 我要按了 蛤?你要按了? 老子你說啊 紅豆 不是喔? 不是 再聽一下 执迷不悔 不是 天上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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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有兩次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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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人間 哈哈哈哈 你問什麼都沒有關係 老師 老師 製伏器長線還是非常看好 那它可不可以拉回中吧 以前製伏器是緊緊跟著所謂亞馬遜 那去年以來製伏器的概念股也跌得很重 製伏器在台國內我們都是屬於高價股的 包括股後股王那些都有伺服器 信華也是伺服器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亞馬遜把整個這個空間都拉大 那亞馬遜最近的股價一直被詬病 因為它開始在大母財源 基本面也不好 那這些大堂都慢慢的導入了元宇宙這一塊 那元宇宙是一個賭 你賭它會不會成功 那我認為長線是可以看好 不過我倒是要跟大家建議一下說 在伺服器裡面的選股當中 大家還是要留意到 第一個 最近伺服器會開始動的原因是因為 騰訊大漲 可是你回過來看 亞馬遜的股價反而是比較低 那這兩個沒有辦法做平衡發展的話 伺服器我認為大家先觀望一下 讓那個像信華那些漲一波的時候 你再回來找那個中低價位的伺服器概念股 到時候如果看情景的話 我們會在鼎泰峰或者海股新公鏈幫大家做介紹 好那由於我連線成功了 下週超新就會直接公布囉 到底他是誰呢? 對 圍澤爸里裡面最強的特質是艾斯摩 就是光刻機 一直在等波段高 台灣跟它聯動性最高的 叫做滑緊電 那我們在講這個時候是不好意思 因為資料是提前做的 已經漲了兩三天了 那你不用急著去買它 那你可以逢回再來買 那買進點呢 我的節目稍微告訴大家 你也不用太在意啦 反正有錢怕沒公平好買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再講一遍喔 半導體 元宇宙 黃金概念股 就是今年最有題材 而隨時有機會做輪動的概念 我們掌握的就是台積電的賣動 是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Lighter跟Tele管喔 頂台風台股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